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1月22日 星期一 我們這節繼續研究國際新聞 這節繼續要跟大家研究 跟中國大陸有關 跟最近立陶宛做的事情有關係 因為立陶宛 正式容許台灣當局 在立陶宛設立台灣代表處 中國大陸就是沒有辦法對付立陶宛 只能夠繼續暴跳如淚 中國大陸 是沒有辦法去對付立陶宛的 其實只能夠 跟立陶宛的關係改變 甚至 將立陶宛 設在中國大陸 辦事處降級 換句話說 將立陶宛在中國的地位降級 這件事情 雖然說是 一個反制 但實際上 外交是相向的 所以中國大陸越是將那些 所謂不聽話的國家 降級 其實在做的事就等於告訴全世界 原來你的 戰狼反制 只有那麼多 這件事情就會逼他們 自己進入死局 有甚麼好得過你的敵人 就不斷拿石頭 砸自己的腳 整件事令人想起 中國大陸反制澳洲措施 澳洲反制不了 石頭 砸自己的腳 砸得快要爛了 如果現在 他掀起這個 外交的斷交潮 現在還未算是斷交 但是 你告訴全世界 其實你的所謂反制措施 相當之有限 那麽搞法 很快其他國家就會增相仿下 好 繼續跟大家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以及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星期二得道 以及後備頻道 星期二入報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新聞廣播 時事分析 還有娛樂新聞 還有賽馬的評論 現在我們已經很多元化了 我們的時事也包羅萬有 除了會講歷史 會講軍事 會講經濟 還會講 國際關係 還有香港政治 還有國際政治 你想得到的 基本上已經有齊了 所以就是一個台 我們真的是在做媒體 很認真的 媒體一定要拿來對抗中共的大外宣 代表香港人的媒體 因為越來越少了 堅決對抗共產黨的媒體 更少 所以 不要想太多了 拿起你的右手 支持本台 繼續按like 繼續欣賞廣告 繼續點擊廣告 就是因為我們反共 所以經常受到YouTube打壓 因為YouTube 科網巨企都是深層政府 深層政府 有很多利益跟中國大陸有枱底交易 繼續用無限loop大法 打開節目清單就幫我們播放了 我們一天經營下去 我們一天都會繼續用這個模式說話 繼續發掘大陸的不時 先講講中國反制措施 接著再講環球時報 立陶宛18日就容許台灣 台灣新聞就會寫我國 其實他們 真的 挺好的 台灣的新聞就一定要 這樣寫了 所以就叫做文宣 文宣也是一種立場的表示 作為媒體 作為新聞 你要捍衛那個國家 所以台灣的媒體 每次講台灣的時候 說我國 我也覺得做得相當之好 也希望大家有相同的概念 除了 說要 用 不排除 用武力去驅趕他之外 實際上那個意識形態很重要 你要告訴別人是一個國家 除了告訴別人是一個香港人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概念 就是告訴全世界人 現在的 中共控制的香港政府 港共政府 是傀儡政府 是一個非法的政府 這個一定要說的 所以能夠代表香港的 一定是另有政府 到時外國人就會問 到底是不是應該要有第二個政府去代表香港人呢 這個就是形成政治實體了 政治實體不一定要立即 在香港的土地上插旗 這樣才叫做政治實體 西藏流亡政府 它不在西藏 一樣 是 承認它是一個流亡政府 又例如維吾爾人大會 世界維吾爾人大會 國際上大家都知道 要代表維吾爾人的 就是去找這些團體 所以我們就邁向著這一步進發 台灣也是如此 台灣更加不用說了 台灣根本就是一個圓圓整整 的獨立國家 所以他的國民報導他的新聞的時候 就要說我國了 我們遲些 也需要這樣做 當 香港這個國家開始 在意識形態上慢慢形成的時候 我們有官方立場的時候 就要代表我國去說 我說我國不一定要我是那個政府才能說的 因為台灣的新聞 說台灣的時候 他們也會用我國來形容 回來說 立陶宛18號找到我國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 中國外交部對此又是強烈不滿 我們也應該有外交部 所以就是每次有 香港人 香港遭受侵犯的時候 香港外交部就應該出來發言 要採取果斷措施 一定要反制中方的暴黑 趙立堅也出來說 繼續發聲明 決定要將 兩國的外交關係 降級 降成 代辦級 中國外交部 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 公然在國際上製造 一中一台 現在又不是製造兩個中國了嗎 他們經常彈來彈去 有時就說你一中一台 有時說你台灣獨立 有時說你 兩個中國問題 然後 但是你們好像剛剛才 才通過了決議要尊重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就是各自表述 為甚麼你現在無端端又說一中一台呢 背棄立陶宛在兩國建交公佈 裏面作出的政治承諾 你有甚麼承諾你遵守過的 損害中國主權 以及領土完整 真的挺好笑的 其實真的是 好遺憾 遺憾的事 立陶宛無視中國政府的 嚴正立場 繼續妄顧 雙邊關係大局 妄顧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這些真的是 套路來的 來來去去就同一篇稿 改來改去都是這樣寫 不過我很喜歡後面那幾句 執意允許以台灣名義 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 在國際上製造惡劣先例 重點來了 立陶宛這句真的有沒有說錯 他真的在國際上 製造了 豁胡 對中國 惡劣先例 那句句子沒有問題的 對中國的惡劣先例 對中國的惡劣先例 就是對全世界美好的先例 就是了 你真的沒有說錯了 終於整篇稿 有些地方就 不同了 不過其實好像早前也說過類似的事情 說了一大輪 你有甚麼反制措施呢 原來沒有 來來去去 就是把兩國關係降級 變成 由大使級 變成代辦級 但是你也懂得說 這是兩國外交關係 你降人家級的同時 就是人家降了你級 現在是 立陶宛正在反制中國大陸 你說我和你絕交一樣 你說我和你絕交一樣 你也是我朋友 我又是你朋友 你有甚麼反制措施呢 你說我現在宣佈我和你絕交 你和我絕交就是我和你絕交 那就斷交了 他現在還沒有斷交 現在說我們要把朋友關係 降成普通朋友關係 你不能夠單邊降的 你是我普通朋友 我又是你普通朋友 不會我是你當你是好朋友 你當我普通朋友 平時感情的關係 就可以有不對等 外交關係就沒有不對等了 中國大陸不是沒有試過了 將人家降造代辦級 當時 就是台灣 曾經想著 跟荷蘭 買潛水艇 當時想著買劍龍級潛艇 為甚麼台灣搞搞搞 最後要自己製造潛艇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威嚇全世界 搞到全世界沒有人肯賣 賣潛艇給台灣 其實 美國應該肯賣給台灣 不過美國是索價甚高 到最後台灣想想想想 就自己做了 不過台灣自己生產的 成本也相當相當貴 最後跟美國賣給他們的價錢差不多 台灣也有賺的 如果自己去生產 自己生產就使得國防 科技 那個技術向上提升 也帶動自己本土經濟 反正 那麼大塊錢寫下海 寫回自己 還不夠 他們還有甚麼反制措施呢 反制措施就是環球時報 出文章攻擊立陶園 攻擊立陶園才好笑 他說甚麼呢 他說這個 立陶園 是一個罪爾小國 那是甚麼意思呢 那兩個字好像也挺深的 罪爾小國就是指他的國家很小 這個字眼的出處就是在左轉 左轉首次提到罪爾國 就是一個小的地方 然後 就是三國志 在假許轉裏面也有提到罪爾 當時 用來形容 吳國 熟國 說他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這個環球時報 就形容 立陶園是罪爾小國 人口 沒有北京招陽區那麼多 甚至乎就說 立陶園是打架之下的大象的腳底下的老鼠 甚至乎就是跳祖 挺好笑的 首先我想告訴大家 他用罪爾小國來形容 立陶園 其實是錯誤的 立陶園 你用罪爾小國來形容 就是說他地方小 立陶園 其實那個地方一點也不小 香港 新加坡真的小了 新加坡比香港還小 新加坡比香港還小 都可以獨立成國 所以 為甚麼不可以獨立成國呢 立陶園人口比香港還更加少 人口比香港還小的地方可以獨立成國 地方尺寸比香港小的地方可以獨立成國 立陶園的面積一點也不小 其實總共是 6.5萬平方公里 其實也不用看數字了 你打開地圖 看看也知道 小過去的國家就是 太多了 不能進錄 所以你出來 說人家 最以小國有甚麼意思呢 你現在很大嗎 你不是排第一的 不好意思啊 你大佬排第一 你大佬叫做俄羅斯 你排第二也沒有份 第二大的國家 叫做加拿大 加拿大真的沒有說錯了 真的大 加拿大人口不多 其實 你也排到第三了 你說甚麼呢 加拿大是五眼聯盟來的 人家比你大 嘴巴是不是比你大呢 美國就應該排第四 再順序下去就是巴西 然後去到澳洲 然後去到印度 然後是阿根廷 然後回到亞洲 變回到中亞哈薩克 一直下載的名單 不可能讀下去 因為 立陶宛 在世界上排到121 但是 排在立陶宛後面的國家 就是非常之多 這個世界上最以小國有很多 真的非常之小 最小應該 根據資料叫做馬爾他騎士團 馬爾他騎士團是比梵蒂岡更小 受到國際法承認的 不用說了 尾二就是梵蒂岡 然後對上面就有一大堆 摩納哥 直布羅陀 更正一點 直布羅陀應該就是英國的海外領土 他不算是獨立主權 不過不要緊 總之有大量這樣的地方 太多了 百多個以上 大家自己可以去找一下資料 所以這個說法就是錯誤說法 因為 立陶宛其實一點也不算小 這個 《環球時報》就想攻擊 這個立陶宛的人口少 人口少 你自己查一下字典吧 最以小國不是這個意思 最以小國是說人家地方小 不是說人家人口少 所以拋書包的時候 麻煩你自己查一下字典 不要緊 他們錯誤也不是第一天 他們錯誤才是正常的 他們對的才是新聞來的 他們對的才是新聞來的 基本上他們做十件事 十件事都是錯的 整件事告訴大家 就是無論其他國家 怎樣去 搞台灣的問題 中國大陸現在就是 確確實實告訴全世界 他沒有任何的辦法 所以我們也應該向著外交突破 做 其實我們現在最大最大的外交突破 現在 以香港作為本位 這個 最大的外交突破 也應該算是台灣 台灣 全世界上應該只有十幾個幫交國 所以其實不用擔心 就算哪怕只有一個 一樣可以獨立成國 甚至乎一個都沒有 其實 例如 北塞浦路斯 北塞浦路斯基本上也是完全沒有人承認 除了土耳其 因為土耳其 就是他大佬 我們很久之前說的塞浦路斯 也已經跟大家說過了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了 拜拜 製作人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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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敷 這裏出了 你說 手 從 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